1月2号全国中小学开学日 东海岸部分地区元旦遭水灾来袭 市民坐困水城 瓜拉利被妇女开学日一早在脸书上传一段视频 轰动全国 视频中是妇女的丈夫和儿子 男孩穿戴整齐校服 紧紧抓着父亲的手臂 小心翼翼走过断桥到河对岸的学校上课 桥底下就是湍急河水 两父子步步为营 显向还生 妇女的贴文透露 市民一般取到另一条路通往学校 无奈有关道路被突然而来的洪水淹没 两父子唯有走断桥通往学校 贴文上揭露 这条断桥早在一年前被洪水冲毁 居民投诉多时 相关部门都不了了之 逼得孩子要冒险上学 让人心疼 这段视频马上在脸书疯传 激起网民热议 有人佩服孩子上学的毅力 有人抨击 这对父母拿孩子的性命冒险 也有人调侃 政府修桥修了一整年 办事效率有够低 视频曝光四个小时后 两父子就在国阵这里 周一元旺罗斯迪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表示彭亨巫统已经联系工程部 当局将在一个星期后 也就是一月八号着手维修断桥 还孩子一个安全的上学通道 断桥问题随着网路舆论发酵 得以轻松解决 这名带着孩子冒险过桥的父亲表示 自己会听从网民的意见 再也不会带孩子做危险动作